10个糖尿病的出奇症状 糖尿病是沉默的杀手 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已患有糖尿病 因为他们不知道糖尿病会有怎样的症状 如果你想要知道答案 那就继续收看影片 影片开始之前 别忘了按下订阅、点赞以及打开小铃铛 我们每星期都会有精彩的新片上架 这样你才可以第一时间收看我们的最新影片哦 在今天的影片 我们即将要分享10个糖尿病的出奇症状 我们马上要进入第一个症状 第一,你会很容易累 根据美国糖尿病协会 61%的恶型糖尿病患者会很容易感到累 一旦被诊断出糖尿病 身体会出现两种可能性 也就是缺乏胰岛素或者胰岛素阻抗 胰岛素是胰线产生的激素 它是运送葡萄糖的激素 它会把葡萄糖送入细胞 让身体获取能量 糖尿病会导致身体缺乏胰岛素 或者出现胰岛素阻抗的现象 这两种情况会导致葡萄糖停留在血液 并且无法进入细胞 这会导致身体无法获取能量 所以你会很容易感到疲倦 四肢无力 甚至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和专心工作 经常觉得累也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症状 如果你刚发现自己处于糖尿病前期 你可以收看我们上一集的影片 里面共有五个逆转糖尿病前期的天然方法 现在我们马上进入第二个糖尿病的初期症状 第二,你的口气会变得特别重 糖尿病也会导致你的口气变得特别重 因为唾液会含有高水平的葡萄糖 唾液里的葡萄糖是口腔细菌的营养 它可以帮助口腔细菌快速生长 从而伤害你的牙齿和牙龈 唾液里的葡萄糖也会导致牙菌斑的堆积 牙菌斑是出现在牙齿上的粘性细菌膜 它会破坏牙幼稚和引起牙龈疾病 包括牙龈发炎和蛀牙 如果你患有糖尿病 建议每天刷牙两次,早晚各一次 或者尽快去看医生和寻求更专业的援助 第三,你会更频密的排尿 糖尿病的另一个初期症状就是频密排尿 正常人每天或每24小时会排尿大约4-7次 但是糖尿病患者会有更频密的排尿次数 肾脏是血液的过滤系统 它的工作是过滤血液里的废物 包括多余的葡萄糖 由于糖尿病会引起高血糖 而高血糖会导致血液里出现大量的葡萄糖 这会导致肾脏不停的工作 包括吸取水分和过滤水分 并且会试图制造更多的尿液 以便身体可以排出多余的糖分 所以你会更频密的上洗手间 高血糖也会增加夜间的排尿次数 这种现象在医学上被称为液尿症 它会中断睡眠 并且会多次导致你需要起床上洗手间 第四,你会经常觉得口渴 糖尿病会导致你经常觉得口干和口渴 因为你会更频密的上洗手间 由于皮凡的排尿次数 会导致身体的水分加速流失 所以会导致你经常觉得口干和口渴 如果你想要改善口干和口渴的症状 你必须要努力去改善你的血糖水平 第五,你的皮肤会变干 糖尿病会导致高血糖 而高血糖也会影响皮肤 由于高血糖会增加排尿的次数 所以皮肤也会容易流失水分而变干 高水平的血糖会导致皮肤出现明显的变化 特别是颈项、肘部、背部、膝盖等附近的皮肤 会脱皮、变干 甚至还会变黑和变得粗糙 长期的高血糖也会减慢血液的流动 从而影响血液循环以及皮肤的颜色和外观 如果以上所说的皮肤症状都出现在你的身上 你要赶紧去看医生和对症下药 第六,你的视线会变得模糊 其实很多原因可以导致视线模糊 不过这里所说的是糖尿病所引起的视线模糊 糖尿病可以影响一只眼睛或一双眼睛的视力 一旦患上糖尿病,你会面对高血糖 高血糖会破坏血管,包括眼睛内的维系血管 由于损坏的血管会渗漏液体和导致眼睛肿胀 所以眼睛的视线会变得模糊 导致你看不清环境事物的细节 眼睛是灵魂之窗 如果你发现视线模糊 你千万不能自己做医生或者置之不理 应该要尽快去做眼睛和血糖检测 并且要接受适当的治疗 因为尽早发现才能保住你的视力 第七,你会经常觉得饿 如果你吃饱没多久就觉得饿 或者临睡前很想吃东西 它有可能也是糖尿病所导致的出奇症状 在高血糖的影响下 身体会无法将食物转化为能量 当身体缺乏能量 肚子就会自然地觉得饿 所以会导致你想要多吃一点东西来换取能量 虽然多吃一点 可以让你痛快地填饱肚子 但痛快的背后会换来更高的血糖水平 它甚至会导致降血糖的过程变得更困难 第八,你的伤口会比较慢愈合 一旦患上二型糖尿病 溃疡或割伤的伤口会比较慢愈合 因为高血糖会导致血管变窄 血液循环会变慢 它会限制送往伤口的氧气和营养 从而导致伤口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愈合 白细胞是一种血液细胞 它可以帮助细胞对抗感染 从而帮助伤口自然修复和愈合 痰内病会导致高血糖 而高血糖会影响白细胞的效力 这会增加了伤口感染的风险 所以也会导致伤口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愈合 第九,你会突然变瘦 第九个,糖尿病的初期症状就是你会突然变瘦 一旦患上糖尿病,你会发觉很多衣服和裤子都会变得特别宽松 因为你突然变瘦了 糖原是收存在肝脏、肌肉和脂肪细胞的能量储备 它可以在身体需要能量的时候被分解和释放到血液 让细胞可以获取能量 由于细胞在高血糖的影响下无法得到能量 所以身体只能依靠释放糖原储备来换取能量 这也会迫使肌肉燃烧脂肪 所以会导致你突然变瘦 第十,酵母菌感染 一旦患上二型糖尿病,你有可能会得到酵母菌感染 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都会有酵母菌 不过当它快速成长时,你便会得到酵母菌感染 酵母菌感染是一种真菌感染 它会出现在身体的各种部位 包括手指、脚趾、口腔、皮肤、阴道甚至血液 它会导致感染部位出现骚痒和着痛感 糖尿病会导致高血糖 也就是身体会出现大量的葡萄糖 这会给酵母菌制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 因为葡萄糖就是酵母菌的食物 如果你会经常感染酵母菌并没有得到缓解 你一定要尽快去看医生和接受治疗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10个糖尿病的初期症状 分别是 你会很容易累 你的口气会变得特别重 你会更频密地排尿 你会经常觉得口渴 你的皮肤会变干 你的视线会变得模糊 你会经常觉得饿 你的伤口会比较慢愈合 你会突然变瘦 以及酵母菌感染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马上在影片下方留言交流 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 您的宝贵意见或许可以帮助其他朋友 离开之前记得点赞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哦 有了您的支持 我们才有更大的动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也非常期待下一集可以再陪你 瞄一下生活里的大小事 拜拜 拜拜